劉嘉玲、燕成玉、唐燕、高惠光、劉憲華 今日現身上海出席一個品牌活動 嘉玲姐的一身打扮十分搶眼 禮服的大裙擺雍容華貴得來 亦不失春日氣息 真是非常華麗 跟很豐富的幻想力 而且我覺得嘉玲姐身上 還閃耀著很多的好奇心 對新鮮事物的探索 確實我覺得這個世界太大了 我有太多不懂的事情 然後世界每天都在進步 每天學很多東西都來不及 跟不上 唐燕雖然穿得密密實實 不過她的全黑禮服 就襯得她好有一種高雅知性美 而她在活動上跟大家分享 她第一件名貴首飾的來歷故事 我今天佩戴的這條項鍊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她是由珍珠鑽石 還有藍色尖金石組成的 我覺得在這些完美的元素結合在一起 就讓她更加意義生辉 還有就是我不得不提的是 今天我頭上戴的這頂皇冠 我今天整體的造型是非常搭配的 高偉光最近因為在新劇的西裝造型 特別填腿牆 而被封為天損蘇神 還有網民說 如果跟高偉光打架 就算跑出去十米 都可以被輕易踢飛 高偉光這一天繼續以西裝鹿延伸 逆熱情推薦佩戴的飾物 我覺得挺可愛的 感覺很有福氣的樣子 魚對於中國人來說 在中國文化當中 對有太多美好的魚 也有點有魚 好水成狂 多好啊 特別好 而且我覺得 我相信它會給我帶來好遍 而且 閃閃亮亮的 我覺得很脾氣的感覺 除了這個魚的胸針以外 其實我們還看到 偉光哥帶了很多的 其實要日常的一些珠寶 一個戒指 蠻好看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戴起來很方便 而且平時也可以戴百搭的